儘管防疫措施基本解除 酒吧、餐廳恢復重開 每個灰省今年的啤酒銷量 仍下跌超過一盛 尋找機的報導 加拿大啤酒協會的報告顯示 雖然灰省早已取消幾乎所有疫情限制措施 酒吧、餐廳等已正常營業 但以作為灰省人下季最愛的啤酒 銷量就比去年同期下跌了一乘三 專家和業界將原因歸咎於幾方面 首先勞動力市場人手短缺 不但導致銷售不佳 亦導致食工作餐的人數大減 飲啤酒機會減少了 其次通脹嚴重 導致原材料和運輸價格上漲 造成啤酒價格上漲 影響了銷路 最後其他酒精飲品銷路上升 亦收窄了啤酒市場的份額